原标题 波音737坠毁存在一个天生的缺陷近日 737MAX8飞机的坠毁 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这起坠机事件 以及此前五个月 伊丽是航空公司737MAX8的坠机事件 很多猜测都指向了MCAS系统 飞机屏尾主要分为水平稳定面和升降度两部分 水平稳定面的作用 是进行抚养调平 可通过动力门和配配手轮的控制来调节 空气中的调节幅度一般较小 调节速度也较小 电梯作为名称 主要通过驾驶员的杆 进行抚养控制 调节起飞和着陆阶段的频率和幅度 所谓的MCAS系统 是通过操纵稳定的表面 来调节飞机的重心 以实现飞机的自动调平 主要是为了使飞机适应飞机的重心 众所周知 作为波音公司的波音产品 737从70年代发展到今天 经历了数千次制造和数一次起降 耐克斯可以说是第四大737 在OG100 R00 CL300 400 500 NG600 700 800 900之前 前两类在国内基本上没有客运任务 除大部分退役外 还有部分货物转移 主要用于跨地 我们熟悉顺风和邮征 NG是当前的主力军 MX是在NG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新数字 外观上737MX最明显的标志 是使用新的鱼翅衣梢 以及在发动机喷嘴上 与波音747-8相同的菊花喷嘴 这些改进去 说是飞机更加经济和环保 然而 由于LEAP-1B发动机的直径 和波音737的小只腿的直径较大 安装位置必须向前移动并升高 以避免发动机离地面太紧 但这也带来了一定的胜利 让飞机在平行飞行的过程中 总是上枪 所以 波音无法对它做任何事情 所以它增加了MX的东西 而最后的10航事故 很可能是该系统的结果 有迹象表明该事故 也可能与该事故有关 您知道 MCS可能能够在被感知为太高的攻击角度时 强制操纵电梯超出飞行员的控制 根据伙计们的说法 事故可能超过电梯的控制 已允许飞机俯冲 因此 地面上的爆炸充满了碎片 这回到了是否相信飞行员 破船感器和自动控制系统的问题 但现在至少 波音在737MAX上赞成后者 当然 真正的原因是等待调查结果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波音737MAX的设计 显然是有缺陷的 而且飞机的前景将是非常令人不安的 但是737MAX系列是波音公司 现在唯一能想到的单通的飞机 谁叫你停止757 面对空客320NEO系列的强劲势头 波音只需几年时间 就可以重新开发这类单通道客机 而不是MAX 这给中国的C919 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中国民航局的反应是迅速的 为了乘客的安全 它已经停止了最大飞行 而朋友们喜欢看到的F224软件 已经证实 没有国内最大的航班 重点是伟大的 今天下午6点前起飞的737MAX8 是因为需要把机器放回总部 所以它还在飞行中 预计主路后将停止等待维修 最后 越辞职安息 希望这季的原因 能尽快揭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